歡迎來到 Yo 就愛新北味 太慢了啦 沒關係 We are Janny and Terry Terry Janny 就愛新北味 OK 我們今天交兩個Paybook 要來幫你們打柚子 DAM 就是這樣直接 直接 沒關係 如果你這樣直接吃柚子 你已經覺得 想要有一點新花樣了 那種不錯 我們今天第一道做什麼 我們要做 用柚子果醬做出來的柚子氣泡酥 柚子氣泡酥打 對 柚子氣泡酥打 第二項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來做柚子果凍 柚子果凍 好 從飲料線開始 咕嚕咕嚕 來 第一步應該幹嘛 好 那 這邊就是其實我們柚子要 越細越好 越細越好是不是 對 越搭鍋 好 然後細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等一下 就要把那個糖加進來 要出水 因為它一波的越細 它接觸糖的面積越多 就越容易出水 哎呦 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你好像蠻厲害的喔 我們先加第一次 只要讓那果肉可以均勻的被包覆就好 OK然後我們就把它給抓一下 好 好我來我來抓 我就是抓 我就是抓 我就是抓很厲害 好 其實剛才我們先放了之後 它就出水 OK好 柚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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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我們現在在加熱中 我們剛剛看到 待會畫面這樣 轉回來的時候 來喔 攝影師跟著我喔 一轉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加熱好喔 轉回來 Yes 好啦 我現在就是基本上 已經差不多燒稠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這樣子糖膜泡泡 然後你會看到你的湯汁變得很少 然後我們這邊是不是要加水 沒錯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做第二道料理 是那個 柚子腦豆 對 柚子腦豆 對 柚子腦豆 看起來滿猛的耶 是不是絕美 Oh my goodness 絕美冰淇淋柚子蘇打 OK 完成了 夏天來一杯 絕對清涼 我們接下來來做柚子腦豆 柚子腦豆的話 我們剛才加熱水 然後煮開之後 我們現在要加這個 洋菜粉 我們剛才加入洋菜粉 已經加完 然後它也開了 好 我們現在要過濾 我們只要這個柚子水 我感受到它那個 要凝固的欲望 柚子腦豆 它要凝固的欲望 這就是我們的 如何讓你中秋節柚子 Yeah 先特輯 先特輯 OK 首先我們第一杯一定要 絕美 冰淇淋柚子蘇打 漂亮啦 第二個 柚子腦豆 大成功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 舊愛新的一位 OK 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加分 小鈴鐺你要按下去喔 小鈴鐺開起來 掰掰 下次見 嗚呼 嗚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